好 立法院現在大清倉 馬上要休會了 新住民法 N11組織法 電業法 健保點職 可能都要付出表決 剛剛刪讀通過了 N11是委員最多連任一次 任期八年 就是一次四年只能任期一次 刪除委員連任的過渡條款 以前是說 新的委員沒有產生錢 舊的委員繼續幹 現在這個拿掉了 就是到期你就走 新的委員來不來你都得走 而且如果說立法院沒通過 三個月之內你行政要再 新提名 這樣的話N11不早 原來預備要連任的 當組委的什麼 副主委可能都不行 因為任期到了 只能一次 不能夠讓你再繼續連任 另外健保點職法 騰希華他是做了很久的 民間監督健保發言人 他說如果通過是禍國殃民 再留子孫等等會給你講 他說醫界大佬一邊喊賠錢 一邊蓋醫院 這是相當矛盾的現象 目前全國有468家醫院 19萬張病床 光是健保市場超過8700億 還不包含自費醫療 所以民意代表 你們不應該指說 醫療人員是血汗 而應該質疑 醫院大老大老闆 賺那麼多錢幹什麼 醫院大老闆 我都瞭解 大概長庚是賺不少錢 長庚是賺 榮總抬到說靠停車場跟下面那個 他那個美食街 我覺得一個醫院靠停車場 跟美食街賺錢 實在也滿慘的 長庚是靠股票 長庚不是 對 他們捐很多股票給他 對 另外協商破局 國民黨說民進黨太惡吧 民進黨不肯 民進黨說你們加賤請兩次才可以 賤請就沒有效率 賤請行政院做 所以國民黨不願意加賤請 就是希望你就去做 好 那麼衛福部說 1.1元健保會崩盤 這樣的話114年要漲價 另外王毅民委員說 至少要0.95元 不能預言就0.95元 有時候給他考0.8等等 另外要價要下手 所以他們民眾提出 有三點附帶決議 陳昭之說 立援也支持他 真的還假的 不知道 另外他們主持兩岸觀光 結果今天交通部長 李孟彥 陸委會主委邱垂政都不來 由次長出席 所以在野黨團不滿 因為他們今天朝野協商 要解除禁止人民主團 到大陸觀光限制進行討論 大概有業者陳情 說你阻止我們幹嘛 其實阻止還是有人去 怎麼去呢 到大陸以後在那邊主團 那這樣保障就不夠了 對我們的人 那三個首長缺席 韓國瑜說 下次如果不來 就要罰血100遍 下次我親自參加 不來你也沒辦法 我們看一下 今天心理來 炒血商 會期最後一天 韓院長繼續拼血商 男女總召請一刻勾肩搭背 結果在協商外頭 應該都載了 好好好 左廂上已有煙燒位 快馬加鞭拼法案大清倉 但第一案處理解除附路禁團令 主責的交通部 陸委會首長竟然雙雙缺席 雙方火氣都很大 科技迷刃的的確是錯誤 但又排隊等協商的 還有花冬塊刑法第286條等法案 若協商沒有共識 將進入表決大戰 今天排案大概有五六十案 我也希望民進黨當家不要鬧事 定業法這個政府長將 是不是應該要公開透明 很爭議的法案我們絕不投協 哪一些法案會進入表決戰 國民黨團翻修NCC組織法 取消NCC委員連任制度 並且刪除過度條款 只是在進入表決大戰前 韓院長似乎也已疲憊 洪東偉已經舉手 我們請洪東偉之後 洪生漢對不對 我頭昏了對不對 洪生漢 韓國瑜念成洪東偉 SEN跟東有一點像 好不好 這個 柯建民說 我們大陸團不能組團的大陸 是大陸的問題 不是我們的問題 我是反對解除的 另外一個調查 就是也是台灣民意基金會 對大法官沒有信心 有信心的42.1 沒有信心的49.7 我覺得大法官看來蠻看顏的 老師 這個滕溪華我已經認識他好幾十年 有學問好 有實力 而且立場公正 我認為他應該早點進入官僚體系 對健保 對社會醫療 一定有很大的幫忙 但是他今天的講法是不合邏輯的 我跟你講大家應該去了解 大家最大的正義是說 點值要不要固定 我覺得點值有等於幾塊錢 這觀念一進來就完全離譜了 原來是點值的出現是因為總額預算 總額預算這個點值是它的工具 就是把所有的病都給個點 然後每一點就是一塊錢 好 那這樣有一天 這個總額預算這個快要破產了 但政府來一個很奇妙的想法 就是說點值打值 就一點不再是一塊了 一點是9毛5 9毛3 9毛2 甚至掉到8毛多 是接近7毛多了 但是等到COVID-19發生的時候 很多譬如說小兒科 譬如說俄比喉科 他們沒有病人的 所以使用的點就下降了 照道理講 它一旦總點數 使用數下降了 它點值就應該不只一塊了 它應該可以漲 它又不漲了 所以它降的時候降得很兇 該漲的時候它不漲 所以這種完全是官方一手可以操控的 所以你說它是市場機制 他說不是 我社會主義 你說它這個是政府要負責全部 他說不不不 護士小姐不來上班 這是自由市場 隨才講 隨才講講的 現在問題是賴清德總統 他是醫生 他對這個點值是最敏感的 他選舉所有的 答應的 今天都翻案了 但是今天藍 綠 白 增值在點值要不要fix 要不要fix在1塊 或者是9毛5 這是錯的 你要回去根本檢討 整個全民健保的財務架構 全民健保的財務架構是 現在病越來越貴 因為現在新的病要給付的 很貴 貴的要命 老人越來越多 還有很多的新病的治療的新方法 貴的要命 貴的要命 你到底給不給 你給的話 原來的結構是不通的 但是大家不敢面對 現在所有的醫藥費用協會裡頭的人 除了醫生代表 但是醫生代表少數的少數 其他的人通通反對漲價 通通反對增加總額 因為他們是不在乎 整個醫療會不會崩盤 通通反對你醫生再大的聲音 也沒有辦法調漲 就這樣 等到有一天我跟你講 我們會步上韓國那條路 韓國那條路就是醫生 就是真的不幹了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現在政府幾乎 因為其他預算政府都有預算 國防預算六千多億 還加上特別預算對不對 到了人民最重要的健康 說是健保 因為你們交保費 保費就這麼多 政府不能補貼 政府不能 勞工 現在說勞工錢不夠 政府可以補貼 1000億 1000億這樣補貼 健保 生病為什麼不行 為什麼一定要從健保那個錢 拿出來 為什麼一定要漲健保費 你政府那個錢幹什麼 你各部門之間的預算 怎麼分配的 你政府的問題 因為有了健保 所以健保這件事情 醫療全部由健保費來負擔 這真的合理嗎 這真的公平嗎 王輝 我覺得到現在應該立法院 在我們錄影的時候 還在協商 今天早上民眾黨 開了一個記者會 我從頭到尾看完之後 我們今天這個法案大清廠 感覺非常的有進展 我剛剛又問了一下助理 看起來還在協商當中 所以我們真的太天真了 我剛剛大佬提到就是說 對民進黨隨便他講 在這個第一會期裡面 整體的氛圍 我覺得就是吵吵鬧鬧 民進黨就是不好好來討論 國會改革跟相關的內容 把這個政治張力搞到這麼大 今天要通過的相關法案非常的多 除了剛剛討論到的點數 健保的部分 有關大家身體健康的部分 都不好好討論 我另外比較想講的是 新住民基本法的部分 這幾天 在這個新住民基本法 所以我說不要隨便相信民進黨 他討論完之後 他自己回去 出去這個協商現場 他就會翻案 他可能就有不一樣的一個想法 然後可能有不同的一個說法 我先幫大家回憶一下新住民 有關於賴清德跟蔡英文 過去怎麼講 蔡英文說新住民是重要的家人 賴清德說 他在選舉的時候說 他說新住民 我們一定要對他尊重理解 曾經蔡英文還講過 2016年的時候 他說希望有一天 民進黨的主席是新移民的姐妹 他甚至還說 希望有一天 我們新住民之子 可以來選總統 既然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就應該 你這八年 我們有看你對新住民 有去立出一個基本法 對於他們相關的一個權益 也沒有真的好好來保護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如果是現在是一個執政黨 就像這樣子的一個討論的氛圍 我覺得在立法院裡面 是沒有辦法 真正把大家跟民生相關 跟民眾真正相關的事情 來好好做討論 這是一個執政黨的事 就是一個執政黨的事 我會不會這麼做 我會不會跟民眾 好 說 我會不會在場